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陳茂波今天公佈了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裡面提及到將會提高股票的印花稅 現時買賣雙方按住交易金額割比0.1% 將會提高到0.13% 其實大家不要小看這個數字 看起來數字就像小眉小眼一樣 從0.1%加到0.13% 但看真一點它是加了三成的 比如說在一次的股票交易當中 它本身是交開100元的 將會加到變成103元了 對於一般的散戶來說 可能分別不是那麼大 但是對於那些大戶的投資者 可能交易一次 它本身給開10000元的印花稅 將來一加的時候就變成13000 那條數是很耐計的 所以當這條消息一公佈的時候 就使得金融業界出現了很多不滿的聲音 甚至業界的代表 這個立法會議員張華峰 還形容到好像很恐怖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到底市場上 對於這個消息有什麼反應 不僅是港交所的股價大跌 自從今年年初以來 大舉經過港股通流入香港股市的北水大轉向 港股通昨天全日淨流走了199.6億港元 是歷來走資最高的金額 其中港股通流出了188億港心通流出了81億 你說這個是不是市場上最誠實的反應 這些是無法騙的 市場上的數據 你說這一項措施會有多受歡迎 實情在一個經濟疫周期來說 任何的加稅措施都只會帶來更嚴重的打擊 你說加稅無論是市好市不好 其實大家都是不喜歡的 不過你尤其是在現在這個經濟下行的情況 走去加得這麼狼 那當然會引來市場上的一些聲音 比如說這個美銀就說到 股票印花稅的調高 對於港交所短期的營業額影響就屬於中性 因為港股現在依然強勁 證券經紀有可能通過降低佣金率 減少股票印花稅所調高的影響 不過長遠來看 股票印花稅調高之後 交易成本就會上升 對於港交所擴大投資者基礎 就造成負面影響 這個又是人家都很誠實 一個很中肯的評論 你現在還可以站得硬正 遲些又會怎樣呢 我們又看看到底這個業界的代表 金融服務界的立法會議員 經文聯的張華峰怎麼說 這個是他說的 他是建制派議員來的 他怎麼評論你陳茂波呢 他就說對於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 表示非常失望 他批評特區政府 是罔顧了業界的生存空間 他還說疫情持續 百業蕭條 金融服務界 就已經是香港唯一可以依賴的 支柱行業 是一隻會生金蛋的雞 支撐了幾萬個家庭的生計 陳茂波增加股票印花稅 絕對就是殺雞取倫 是損害了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加稅肯定就是得不償失 這些是出自一個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把口 說得很厲害 損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這個指控很嚴重 他說的 這個是 我照讀的 報紙是這樣賣 張華峰說的 這個說話 你知道陳茂波要怎樣回應 事實上你是加得很狼 你0.1%加到0.13% 張華峰還有這樣說 他說之前曾經親自向陳茂波 提交了業界 反對增加股票印花稅的意見書 亦都是聯同業界一眾的資深代表 親自向財經及庫務局局長 他說歷陳增加印花稅是對於香港 畢大於利 但是特區政府最終都沒有聽到業界的聲音 他就感到很遺憾 特區政府是罔顧了業界的生存空間 進一步對於奄奄一息的中小型券商造成重大打擊 這些是他說的 好了 你就是這樣來加稅 所以要財政券今晚發表了一份聲明 他們就認為長遠來說 你減稅才能夠自本 他就批評 你這樣增加股票印花稅 只是一些小收小補和陰桿式的治標方法 他們形容特區政府是無視香港已經是火燒眼眉了 要財政券還強調 如果稅率是夠吸引的話 人才和外資企業自然就會回流香港 他們還形容 五眼聯盟正在千方百計地 有使香港的人才離開香港 他就呼籲特區政府不要使得奸計得請 你陳茂波現在搞這一科 豈不是令到五眼的所謂奸計得請 你陳茂波真的要出來交代一下 很多建制派的人士出來反對 照計金融服務界大部分人都是建制派 親建制很多 甚少人說是黃絲 人家這樣說 你不如交代一下 在同一天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公稿 從明天開始 美國證券會的賣出股票收費標準 將會從現在的0.00221 降到0.00051 即是說降了差不多有七成 人家在這裡降低收費 你就增加了那些投資者的成本 你到底是搞哪科 你是不是加速師 你難怪令到業界會有這麼多的不滿 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你加到很狼 你加三成人家又降七成 你說會有什麼影響 對不對 慢的都看到了 實情在這些經濟下行的期間 不應該做任何這些加稅的事情 甚至乎什麼什麼 擴闊稅機 不應該在現在這個時刻討論 是會令到人家的心很不舒服 你要搞這些事情 你就應該在經濟上行的時候 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 你搞別人就不多覺的 因為錢賺多了 你收多少 人家也有得來 叫做接受程度會高些 你現在經濟下行期間 全球疫情大流行 你還搞這些事情 真是有問題的 等同於當初2018年的時候 有些市民要求你 陳茂波說 你是不是要派錢 思考一下這裡的方向 當時林鄭和陳茂波說了什麼 你說現在你們就要有管治新思維 和理財新哲學 你們當時說派錢這些措施 其實是沒有可持續性的 就認為派錢是不符合公共理財哲學的 我很記得清楚的 你們曾經是這樣貶益過派錢的措施 其實暗地裡是說 看不起澳門街的措施 因為當時記者都是這樣問 說澳門也派錢 為什麼你不派 但是你就說了很多這些原因出來 那麼暗地就派了別人 因為別人每年都派 你說不派 難道別人不符合公共理財哲學 沒有可能的 好了 到去年你就是要派 來到今天你又要派電子消費犬 其實這科技是學隔離浮的 別人早就已經做了 你只不過是東思校貧 你學得辱孫一點 別人一派 先派三千再派五千 那就是在幾個月裡面可以一炮過用完 別人都有限期 不過別人就不會像你這樣 連續派五個月每個月派一千 那麼沽寒 而且你們當初否決派錢的原因 到現在全球都在跟隨 那你怎麼解釋 有一件事就叫做特事特辦 對不對 現在面對著這次疫情的大流行 很多國家他們持續都在派錢 或者就是持續支援那些企業 比如說英國這樣 他們就繼續支援那些企業 一直就幫那些企業出糧 然後是去到今年的七月 別人公佈了 別人是持續扶逆的企業 那就可以使得失業率壓低 別人是有做到這些事 你做了什麼出來 你就派電子消費券 不是說不好 不過你派還可以派得好些 反正你都是學人的時候 不如你照抄好過 好像抄功課那樣 別人怎麼派你就怎麼派 你不需要自己作出任何的調整 不需要每次都說 加一些屬於自己想出來的成份 才算是厲害 才算是好的 別人那些已經派得很好 派了很多年了 澳門在這個派錢方面 可以說是領先全球 他是最有經驗 他是人類歷史上派錢派得 最多的地方 你就應該去學習一下 而不是想起一些縮數 或者想起一些屎構 比如說那些失業人士 你說要幫他 原來你幫他的方法就是 你借錢 我借錢給你 你借了 借了要還的 你就說要幫助那些短期失業的人士 實請那個人 自己都不知道他會失業多久 誰敢保證他在半年之後 或者一年之後 他一定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到時候 如果他仍然是失業的時候 那錢怎麼還呢 你特區政府追誰 是不是 你要想很多這些東西 不是說 你想了一個措施出來 你覺得很棒 那你就推 比如說 別人2021年度 澳門政府主要為民的措施 我又說出來 你特區政府都可以參考一下 當然你搞這個電子消費券 是一個好的方向 因為開始抄 有更多東西可以抄 比如說現金分享計劃 永久性居民別人一萬元 非永久性居民六千元 這個是好東西 醫療圈全體的永久性居民 毋毋六百 出生津貼 你說不夠人生兒子 人家父母雙方都可以同時申請 每個小孩子就拿五千四百一十八元 即是加起來已經一萬多元 夠買尿片 夠買奶粉 至少夠買幾個月 好了 人家還有什麼呢 第四階段的持續進修發展計劃 上限六千元 即是說人家的持續進修 可以有幾個階段 不斷賺錢給你去進修 那就好事了 現在學歷都是通脹 很多人都要進修 住宅單位電費補貼 每個月是兩百元 還有行常性的水費補貼 又有全民的車資優惠 這個就好 人家的車資優惠是全民的 即是上班族 上班上班上班 全部都適用 這些是正得無倫 反正你特區政府都這麼喜歡花錢 你不如幫助市民 不要什麼交通進貼 你簡直是全民車資優惠就行了 匯匯兩元 那就最好了 不用爭論 又說不用分年齡 不用製造年齡的矛盾 世代的矛盾 多好 是不是 這些你就應該更加去學習一下 不要說你什麼沒錢什麼財赤 這些是廢話 澳門政府所面對的困難 比利特區政府還要多 人家的賭收跌了八成 人家都照做 好天就斬下雨柴 你那些財政儲備 在艱難的時候就要拿出來用 到你好天的時候 你就再收回多些 你自己想辦法 你炒熱股市 你又收回多些了 你這些 為何不做呢 實情花了多少錢 這些東西 你不要學習一下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個案研究 澳門是 人家做得很足 還有什麼 比如說長者這樣 長者也很重要 人家敬老金9000元一年 養老金3740元一個月 這裏加起來 還有一個現金分享 就是一萬元 醫療券有600元 人家計一條數出來 一年是有68220元 六萬多元是免審查 不是像香港這樣 你香港哪有這麼好 對於長者 一邊說要敬老 要扶幼 別人就做到了 還有別人鼓勵長者就業 65歲以上的長者 如果他們是有做事的 那個職業稅 免稅額是19萬8千元 差不多免了 比如說有些人 做看姦過日辰 挺好的 他那份職業做 可能一年都沒有19萬8千元 他就不需要交稅 你又鼓勵他就業 當然有些長者 他喜歡退休生活 他未必會再去做事 但起碼人家有這樣的措施 特區政府是要參考的 我認為是值得參考的 不是吹水的 比如說 還有那些學生 非高等教育的書寶津貼 中學生3550元 小學生3000元 幼兒院2400元 高等教育也有 學習用品津貼 這些是你申請就有的 你代表就有 別人是不用審查的 高等教育就是大學 大專 大專、碩士、博士 什麼事也有 3300元 他再加上現金分享津貼 10000元 那已經13000元 特區政府是要學習一下 效法一下 不要經常固執 就覺得自己想出來的事情是最好的 未必的 人家那些已經是很好 人家有這麼多年派錢的經驗 你哪能救得他厲害 在派錢方面說 可能你其他方面厲害 不知道厲害什麼 但是人家做得好的 你就去參考一下 雖然你照做之後 可能都贏不到民眾的掌聲 人家都不會信任你 人家都不會支持你 問題就是 你使得人家的氣順一點 是不是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